接下來就跟各位講 剛才最後一個叫做視野問題 就是有一個鏡子 有東西 請問你 人可不可以在鏡中看到那個東西的成像 這個問題叫做視野問題 好 視野問題 我跟你 上次都跟你講過了 有一些參考書 可能還有那種 一個鏡子要多長 才能夠照到全身那種題目 那種題目是日本人的題目 台灣沒有考過 但台灣考過這個 視野問題 這是考過的 OK 解決視問題有幾個解法 一般老師叫做這個解法 畫成像 畫吧 畫成像 怎麼畫 你怎麼畫成像 你用什麼原則去畫成像 9號 你說 互去等於上去 還要加一個 大小要畫一樣 要畫一樣大 通常你可以不用管左右相反 那中間那就好了 畫出來 然後呢 把眼睛跟成像聯想 然後看 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這圖有沒有通過鏡子 沒有 就看不見 這樣有沒有通過鏡子 有 就看得見 有 看得見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就是要靠鏡子 反射鏡眼睛光走直線到成像 這是有原因的 只是我們通常都不知道是你原因 不要只看上機就好了 就是通常就這樣交吧 畫成像連直線 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有通過就看得見 有通過就看不見 就是這樣做 畫成像連過去 你看不見 假看得見 假看得見 就是做法 畫成像連直線 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第二種解法 因為你可以看見東西 就是由反射光進到眼中 所以你就挑最邊邊的兩條反射線 最邊邊的兩條反射線畫出來 你怎麼畫反射線 你靠什麼畫反射線 你要用什麼原理畫反射線 帥哥男 還有帥哥男嗎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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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什麼原理畫反射線 靠什麼原理 原理 反射角 反射定律 反射角 靠反射定律 入射角等於 反射角 然後 中間這些地方就是有反射光的地方 所以眼睛如果在這些地方 就表示有反射光會射入眼睛 就表示可以看得見 看得見 這樣做解法很適合 東西一個 眼睛很多隻 然後來看 就這樣子 畫反射線 以不在反射範圍內看不見 甲在反射範圍內看得見 這個解法有個變形 因為反射光延長會較像對不對 要畫入射角 反射角比較麻煩 但是呢 把變形我們畫成像 成像好畫過去的雲 然後因為它是反射光延長過來 所以我就拉邊邊拉出去 拉拉出去 那個就是我的反射光範圍 這就是我反射光範圍 在這邊看得見 不在這邊看不見 看不見 這樣 在的反射範圍內就看得見 不在反射範圍內就看不見 適合東西一個 眼睛很多隻 光是可以倒過來走的 這樣子打進來進眼睛 同樣就是彈回去 這個路線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可以反過來由眼睛做 眼睛去畫反射線 那麼就是這些光是會進到眼睛的 這個範圍的光是會進到眼睛的 那東西在這個範圍之外 就表示它的反射光不會進眼睛 就看不見 在這個範圍內的 就表示反射光會進到眼睛 就表示看得見 所以這個假的眼睛彈出去之後 物體在那個範圍內 所以假也看得到 可是乙呢就看不到 看不到 就是 這是視野的解法 視野的解法 第三個解法 讓你能夠了解 我們要靠什麼方法 靠什麼方法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好 是 這很適合 這很適合呢 眼睛一個 東西很多個 為哪些 看哪些 哪些 看不見 這種視野問題 有一種小變形 就是 中間擋了一個 不透明的物體 所以 可能那個光 正常打得到 人家擋住之後 這些人怎樣 看不到 看不到 所以有些這樣的變形 或者小變形的問題 這就是有關於視野的解法 我總共交了三種解法 三種解法 最起碼你要記得 一般老師消的第一種解法 畫成像 跟眼睛連直線 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有通過鏡子的看得見 沒通過鏡子的看不見